我这次来访是以朋友的身份 2023年7月18日 年过百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 并且还先后获得了中方的国防部部长李尚福 以及中央外办主任王毅的接见 这一盛况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那么基辛格此次前来究竟意欲何为 是代表美国官方还是个人立场 这次会晤的结果又将如何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基辛格此次来访中国到底是何目的 感兴趣的老铁们可以在弹幕打上 想知道 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常言道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今年的5月27日 传奇的外交家基辛格迎来了他的百岁诞辰 在随后的7月18日访华 也将是他近四年来首次访华 据悉 这位曾在半个世纪内出访中国近百次的老朋友 是以个人立场访问中国的 不过他的到来却很可能与中美断联许久的军事交流有关 府一见面 基辛格在向两位中国代表表示友好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 中美两国都有能力 且有实力左右世界 因此 中美双方保持稳定关系 是世界和平和稳定发展的关键 出于世界和平的考量 希望双方尽视前嫌 平等相待 同时保持接触 绝不可孤立或隔绝任何一方 面对基辛格展现出的交流意愿 李尚福防长也代表中方做出了回应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依然是中国长久奉行的外交法门 同时也是新时代背景下中美双方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方将始终致力于构建和谐稳定的中美关系 希望双方政府早日达成共识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纵深发展 李尚福防长的言论蕴含了三个重要信息 第一 中方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美友好道路 对于中美关系的恶化 美方要反思自身错误的对华政策 第二 推动中美关系走向和谐稳定 需要美方展现诚意 中方始终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三 是否修复军事对话的问题 需要美方首先做出承诺 中方从未在此问题上 为美方设限 至此 基辛格表示 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同意 他认为当今世界局势复杂 充满机遇的同时还饱含着风险与挑战 在这样的局面下 中美双方更应该握手言和 和平共处 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对抗 基辛格认为 如今的美国和中国任何一方 都无力承担对抗甚至开战的代价 两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 只会给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最终两败俱伤 因此两国军方更应该加强沟通 积极维护两国乃至世界的和平安定 认识和处理好中美关系 是扭转当前僵持局面的重要策略 这要求中美双方都拿出诚意 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 作为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中美关系良好与否 受到了全球多方的广泛关注 中美双方更应展现大国风度 做好表率 共同推进全体人类的和谐共生 曾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财务处长耶伦 外交特使克里的陆续访华 让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 经济 气候等多方面的有效对话 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发展 在这一关键时期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主动 无疑是锦上添花 补全了中美未能在军事方面建立对话的空白 7月20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美关系和基辛格这个名字 永远是连在一起的 对此基辛格也表示 中国是我交往最久 最为了解的国家 它已经成为了我外交生涯 乃至整个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两国在有益共存的观点上达成一致 格外让人感慨 基辛格是如何贯穿整个中美建交史的呢 据悉 基辛格不仅是1949年以来 第一位访华的美国官员 也是历史上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美国政客 1971年至今 基辛格已经访问中国近百次 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1年7月 当时还是美国总统国安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这次访华路途遥远而曲折 他一路绕到巴基斯坦 横跨喜马拉雅山脉 与中方代表握手言谈 最终促成了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 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 使中美建交提上日程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这一次访华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基辛格的每次出使 都能为中美友谊 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他与中国访长的见面 却总共不超过三次 第一次在2001年 第二次在2005年 这两次访华都是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候进行的 基辛格屡次充当信使 寻求重构沟通的途径 当然2023年的这次也不能例外 这次访华比起往年 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有三点引起了更多的注意 第一 基辛格的身体状况十分虚弱 并不适合进行远距离的长途旅行 尤其是搭载飞机来到中国 在这种身体条件下 基辛格仍然和中方达成共识 安排了这次会晤 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第二 中美两军的关系是本次访问的焦点 也是目前双方关系紧张的问题所在 美国在基辛格访华前 仍然拒绝解除对中国国防的制裁 同时仍然不断挑衅 对中国的排挤保持着高压态势 第三 在基辛格访华的前夕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也同样为了中美关系 亲自访问了中国 以杜特尔特为代表的 中国邻邦友好国家 都对中美关系进展 表示了密切的关注 同时也对中美之间 是否将要发生战争 心怀担忧 19日 王毅在与基辛格的会谈时 对他为中美关系和谐发展 做出的卓越贡献 表示了赞赏与肯定 王毅认为 基辛格在中美建交期间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为增进两国沟通交流 发挥着稳定的作用 中方同样真是这位老友 一手建立起来的友谊 不过在谈及中美关系时 王毅也表现出了 绝对坚守原则的强硬态度 亮出了排挤限制中国 使自掘坟墓的中方底线 中国的发展 不仅有强大的内生动力 更是顺应历史趋势的必然过程 任何试图渗透入侵中国的手段 都是绝无可能的 美国应该放弃打击中国的政策 展现更多的外交智慧和政治勇气 经过重重和谈 我们深知中美事战 是何才是基辛格此行最主要的目的 既然基辛格和各方都提到了 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隐患 那么中美之间究竟会不会发生战争呢 这种几率又会有多大呢 早在这次访华前 基辛格就曾多次在公开场合 表达过自己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担忧 他声称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来到了悬崖边上 随时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 同时还强调 中美都应该认清现实 及时改变关系发展轨迹 中美若是发生战争 是比当初的美苏冷战还要可怕的存在 所爆发的战争规模 即便毁灭不了文明 但也必将使文明衰退 这也就是说 美国和中国共同担负着最低限度的义务 去避免灾难性的冲突 在见到李尚福后 基辛格首先提出的 也是中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和改善中美关系的必要性 李尚福在接受基辛格的意见后 当场便指出了中美不和的根本原因 美方已经和中方的和平交往理念背道而驰 中美关系长期持至于低谷 归根结底 是美方严重无视双方互利共生的现实 同时否认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 这才导致原本友好沟通的氛围被破坏 李尚福防长表示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世界人民的福祉 美方应静下心来做出恰当的战略判断 但美方一些极端政客 却并没能同中方理念携手共进 导致中美关系一度降到冰点 近年来 奥巴马政府重回亚太打压中国 特朗普政府煽动中美之间贸易战争 拜登上台后继续沿用部分不友好政策 同时美国不断强化在中国周边的战略部署 军事基地遍布菲律宾 关岛甚至日本 对中国的国防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美军甚至计划在冲绳建设滨海作战团 并配备反舰导弹 对中国海军进出大洋的权力 进行重点打击限制 还在菲律宾重启了多个面向南海和台海方向的军事基地 使用多种现代武器 对假想敌舰艇进行打击 欲图震慑我国 甚至在巴士海峡拦阻解放军海军部队 另一方面 李尚福提出 关于台湾问题上美国的立场不够坚定 其对台战略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美方不断帮助台湾增强兵力的行为 是对中国领土主权赤裸裸的挑衅 策划着在西太平洋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压制中国 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 美国对中国存在战略误判 绞尽脑汁的排挤 打压中国 致使两国矛盾升级 关系日趋紧张 甚至牵动着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局势 简单来说 中美施战 适合这个论题 始终由美国自己把握 想避免矛盾升级 引发更大的冲突风险 美方就必须立即停止对中方的挑衅 站在和平理智的角度 重新认识中美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采取行动排除困难 进行摩擦管控 是美国应尽的义务 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 美国应在处理台湾 钓鱼岛等政治敏感问题上 更加谨慎 分众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是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正轨的必要途径 为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方呼吁美国保持正确的战略判断 同时善意需要以实际行动来表达 而不仅仅是局限在高层交流之中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才是中美两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中美两军高层近期以来沟通甚少 美国现任防长奥斯汀 甚至屡屡难求会见李尚福的机会 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 中方还明确拒绝了 美方主动提出的双边会谈 最终中美防长只来得及匆匆握手 没能进行更为深入的沟通 也正因此 基辛格这位美国前外交官与李尚福的私人会面 显得格外令人瞩目 因此 不论中美双方在重建军事交流这一问题上 进展的具体情况如何 主动的沟通对话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对两国而言都是一件 功在当代 立在千秋的好事 话说天下大事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在美方为维护霸权采取的一系列遏制中国的措施 导致中美关系持续僵化的当下 基辛格和李尚福房长的对话实在耐人寻味 但也许基辛格近年的外交轨迹可以给混乱的美国政府点燃一盏明灯 基辛格在外交中表现出的军事外交和现实主义理念 是可以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同时 维护美国自身国家利益的有效理念 事实上 基辛格作为美国国家权益的坚定维护者 能够成为中国外交的老友 这就是中美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的真实写照 基辛格以身作则演绎了大国之间的正确相处之道 为世界局势的和平稳定 增加了一枚沉重的砝码 增加了一枚沉重的砝码